那么今年上半年在消费领域中都有哪些消费亮点呢 我们通过一组数据去看一看 亮点一 三线级以下城市成为新消费增长点 随着一二线城市的日趋饱和与互联网红利的逐渐衰减 三线级以下城市市场蕴藏的无限增量已然成为共识 据中国银联提供的数据显示 三线级以下城市上半年整体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.4% 消费比数同比增长9.3% 今年618电商节期间的消费数据也诠释了这一趋势 天猫提供的数据显示 低线城市618期间的消费金额增速是高线城市的1.14倍 低线城市整体对消费同比增长贡献率达到62% 亮点二 家庭终端消费智能化 随着5G热潮席卷而来 消费端也应声而动 据苏宁易购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 头戴式VR显示器销量同比增长87.73% 蓝牙耳机销量同比增长110% 消费者对于智能家电和家居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 人工智能电视和智能摄像头等销量同比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亮点三 居民旅游热情高涨 出行意愿强烈 数据显示 上半年银联网络内旅游售票类商户交易比数 及金额同比增长分别为44.7%和49.8% 今年以来有超过千万的消费者在非洲平台购买旅游服务 其中目的地为海外的消费者占比超过43% 人数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0% 香港上海澳门等为消费者最爱的国内目的地前十名 其中去杭州游玩的消费者人数同比去年增长136% 日本 泰国 韩国等为消费者最爱的海外目的地前十名